來自最近的消息爆料稱 小米公司並沒有像早前所說那樣 放棄了下代MIX產品的研發,而是正在籌備這款產品 現在有消息揭露介紹 小米MIX將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產品 它沒有採用滑蓋設計,也沒有採用挖孔屏 而是採用了較先進的屏幕下方隱藏式鏡頭 這款產品預估將於11月份亮相 具體發佈時間還沒有被確定 在機身正面,小米MIX將是一個擁有四邊等寬邊框的智能手機 它沒有任何劉海或水滴式缺口 完全是一個真正擁有全面屏設計的產品 被了解到,小米MIX解決前置鏡頭的方案 是其採用了屏幕下方隱藏式鏡頭,並且有兩顆 無論如何,現在小米MIX4已經被確認是一個 擁有真正不同元素的智能手機 現在還有一段視頻展示了它是如何工作的 在小米MIX4的屏幕下,內部有一個鏡頭傳感器 而在鏡頭上的屏幕區域 它並不屬於屏幕面板的一部分 而是一個透明的部件,是用低光反射玻璃製造的 據小米的說法,它可以進行彎曲,使光線變化 不妨礙屏幕獲得清晰的圖像 正如視頻也是我們所看到的 它給人一種感覺是屏幕雖然沒有百分之百那麼完美 即便你也可以看到屏幕下方鏡頭的小孔 但這個設計幾乎不會被人引起注意 除非你是進行細膩的觀察 另外現在還有介紹稱小米MIX4前置鏡頭 也有望支持慢動作拍攝 蘋果和三星推出的最新智能手機 現在已經擁有了前置鏡頭拍攝慢動作視頻的功能 下一個小米MIX4產品也有望被使用 現在來自XDNA論壇發現 米歐11系統正在開發該功能,並將它應用其中 米歐的新相機應用程序前置鏡頭將具有720p 120幀慢動作視頻錄製功能 小米MIX4在後置鏡頭將會採用1億0800萬像素主攝耳頭 並且能夠進行50倍數碼變焦 屏幕高刷新率似乎是遊戲或者電影場景中最多出現的 現在在手機屏幕上也慢慢開始普及它 萊塢公司在2017年的智能手機就具備了該特性 甚至還有一些品牌如一家 90Hz屏幕刷新率是它的主要特徵 而現在被爆料小米將推出的一款 120Hz的屏幕刷新率的手機 它或許就會發生在小米MIX4身上 從XDNA論壇網站了解到 在命運11的代碼中發現了一些新疑的東西 這讓人相信小米已經在開發一款 屏幕為120Hz的智能手機 這將是小米迄今為止在設備上使用的 最大屏幕刷新率的手機 120Hz屏幕刷新率的智能手機將能給我們帶來無比流暢的體驗 因為屏幕刷新率指的是圖像之間變化的速度 儘管我們無法用眼睛看到它 但我們在智能手機上看到的所有內容 都是基於不斷變化的圖像 用戶可以注意到的平滑和流暢是由於視覺錯誤 特別是在某些情況下 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屏幕上 你可以看到一種真正沒有發生的滯耗感 如果你經常玩遊戲 你便會發現核之數越大 在使用智能手機時就會體驗到更棒的流暢性 擁有一款120Hz屏幕刷新率的手機 那至少你需要一個強勁的電池 因為這樣高的屏幕刷新率會更快的 耗盡你的智能手機的所有電量 最終小米MIX4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目前還沒有詳細的消息洩漏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